大家朋友 又到恐怖一小時的晚上 又到星期三的晚上 你看我又黑了 去哪兒玩 游船河 你經常游船河 這是船河之王 連游幾十個 一叫就去那些 我覺得你真是享受世界 我有個網友說 Icy經常還游世界一款 怎樣可以生活得這麼開心 都蠻好 你以為現在叫我轉工 叫我回朝九晚我應該不行 我現在工作量大了 我現在開始幫人找正職 找part time 那些人真的很辛苦 很忙 為甚麼 我有甚麼關照 我想多找十雞八雞 是嗎 有辦法 其實我可以想想 真的 你那些十雞八雞 不是找份part time 那些 我那些很偏僅 很偏僅 說真的 不夠錢買東西 玩不開心 是嗎 你是那些大消費 也不是的 要收入很高的 即是不需要多做 按鍵就可以大陣 爛 爛得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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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一種問題 你這個人是快熟通心粉 還是慢熱型 即是人際交往 或是做事方面 其實我反而想說 我以前是一個超級自閉人 例如我和一個朋友 他帶我去哪個場合 我就拔了他的衣服 他介紹一個人 讓我認識 我才去接觸新的朋友 但不知何時開始 我做了這一行之後 我是非常主動的一個人 即是快熟通心粉 是的 但以前不是這樣的 很多以前的朋友 問你為甚麼可以做主持 你以前也不發聲 你以前經常躲起來 你完全是另一個性格 我去吃飯 他問你為甚麼不同了 為甚麼 我真的不知道 你想想我以前讀數學 我可以埋頭虎幹 十幾個小時 在咪書的人 你怎會想像到現在這樣 究竟經歷過甚麼 你跟我一樣 可能之前的性格 和之後的性格 得到很大的改變 是的 做了事之後 我經常認識 你人物就可以換到錢 你認識多一個人 就認識多一個機會 我是這樣想 剛才我們給過電話 真的錯了 不要緊 你看過 Dream.dog的頻道 你會找到 我真的給錯了 你會給我一次 我們講今晚的節目 講甚麼話題 其實因為我們有個攝影師 會打上來講鬼故 然後我會繼續講回 上一集還沒講完 關於一些山上的鬼故 不如這樣 反正電話給錯了 我上一集有一張鬼相關於山的 還沒講完 不如我們播一播 那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挺真實的 一張鬼相 都值得去討論一下 應該是在第二個層面 話說在花蓮 很多人都去過花蓮 花蓮有一個叫三棧溪的山上 有一群人去那裡玩 他們當時玩完之後 有一個大合照 那張大合照 他們連拍了幾張 雙隔 就你知道 大家開心點 笑 就有一張 隔六十秒拍一張 第一張拍不到有人 第二張拍到懸崖上面 那個凹位 突然之間你看下去 嘩 真是很恐怖 就是左手邊那張照片 看到有一個長頭髮的女生 有一個女生蹲著 是 有些人可能她去玩 就突然走出來 我剛剛才看到右上角的 是很清楚的 有面孔 有手 甚至穿什麼鞋的顏色 而且她的深淺色 是很分明的 我再說一些詭異的地方 你會留意看到 那些人站在那裡 後面其實是一條溪 你看到嗎 是呀 水的來源 經過一條溪才可以爬上石的位置 而且她們覺得爬上去 60秒之內 是沒有可能爬上去的 她們之前爬過的 要90度 又要經過水 又要爬 而且都很滑 你要拿著很辛苦才能上去 而且你看那個女人 她蹲了在那裡 那雙鞋 衣服那些 是沒有水印的 如果有水印 會掉到石頭上 它是沒有的 她們拍完回來之後 看到照片的時候 最初都不發現 因為她們要選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照片 突然間 會多了一些人 前後兩張都沒有這個人 看回她們想起來 就差不多60秒 為什麽60秒 會這麽快 要女人上去 而那個女人穿的衣服 好像並不是現代人 你留意一下 我覺得她 像一些村姑 對 像那些村姑 以前那些布 還有那些馬姐 有些像那些 馬姐沒有那麽年輕 不知道 像那些裝束 有一批布 正年三年 而且她好像很緊張 因為人的緊張狀態的時候 兩隻手會抱著拳頭 你看到她是拿著拳頭 你覺得這張照片 你信不信 這張照片 我覺得太真實了 有什麽可能 那麽清楚 看到一個女人 峽谷索契 這個地方就是 在花蓮 而且你看得很清楚 她好像拿著頭髮 遮著半邊的臉 那些人看過她們的圓照 就說沒有造假 更恐怖的地方就是 她們在這個女人旁邊 還看到多一個人頭出現 不是吧 就是途中這個位置 那我就看不到人頭 我覺得是一批東西 一批東西 這好像她的頸 右上角那個 圈旁邊就是她的眼鼻 然後用頭髮遮住了 我想最多都是她的頸 她們就說她的手 不知道在拉著頭髮 我看到她的鼻子 你這張照夠真實 像是這樣的 你不要理她 她假也做 你想想她放到這麽大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 那些鼻子的位置 旁邊那些 是很Smooth的 就算她做出來 都是高手做的 這張照 我可以扮一次給你看 是不是這樣 你回來看看現場 對 類似是這樣 類似是這樣 就是這樣 挺像你 身形那些 頭髮也很像 如果你穿了那些 化衣 這張照挺真實的 這張真實的 我無意中看到 有什麽可能這樣實在 我覺得是人 但那個位置 真的沒可能 那麽快 有一個人躲在那裡 有前後的樣子 我們先接聽你朋友的電話 Logo Logo Hello Logo Logo是攝影師 我們有張照片 Logo的照片 我看她不是普通攝影師 她是拍電影 電視 因為她拿著那個攝影機 是電影那些用的 是電影攝影師 真的很多 我本來都是做事 有什麽鬼故分享 Ice找到你 應該有些猛 是否有一個關於深圳的親身經歷 深圳正 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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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多年前 在說是93、94年 深圳是哪裏 請問 我不記得 但我記得過關 不久 就是走路 道行 不久就已經到那棟大廈了 那棟大廈本身 是我當時女朋友的爸爸 買了其中一個單位 是 當日我們一行四人 去深圳 深圳 一個地方 可以玩小型賽車 開門戶 是 晚上就去休息 睡到半夜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窄醒 我小時候 都經常 夜晚會窄醒 聽到一些古靈精怪的聲音 有鬼鬼哭 又有些爪 所以 對我來說 晚上半夜醒了 是很大壓力 那我當時 就側睡 那我女朋友 就 在我背部 後面 就是隔壁 那我側睡的時候 我醒了 我就 想著死 什麼事呢 就想著 面向天山板 的時候 就當時看到 有一個半身的男人 垂吊 兩隻手向著我 那她是很清楚的 畫面 她是疏西裝頭 白色襯衫 襯衫摺袖 去到 袖竿位 接著一條黑色西褲 有一副眼鏡 我想問一下 她的手 就好像準備下來捏死你 那樣 垂著向著你 天花板 是 為什麼你看得這麼清楚 因為 熄燈睡覺 是不是 是啊 這一下才奇怪 但是 因為當時 他們沒有窗簾 街外的光 哦 明白明白 所以其實 都是光的 但又不是很光 那 但是垂吊下來 那個位置 本身是一盞 圓形的 普通天花燈 它就exactly 好像 用photoshop 抹了燈 但是 變成一個男人垂吊了下來 那 當時我看到這個現象 我就好像被歸窄那樣 動不了 只是看到 喊不出聲 那個人就好像通了電 那樣 我聽到一些電流聲 那一刻 那我本身呢 就之前有回佛堂 有些心經 唸 唸 唸了 唸了就好像 戴了一件事 但是當時是 很大壓力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顧會到再睡醒 嗯 那就睡醒了 很幸運 我又再醒了一次 是 那我就偷偷地看天花板 啊 沒有了 沒有了那個人 那裡 或者鬼 那 但是我女朋友在旁邊 那我就 看看她什麼情況 誰知道這個才是最恐怖的事發生 但是什麼呢 我看到我女朋友看著天花板 那裡 烈嘴大笑 哇 你恐怖啊 烈嘴大笑 但是沒有聲 那時候才恐怖 她是那個身 哈哈哈哈 你看到她的形態 哈哈哈哈 但是 她是沒有聲 但是她嘴唸在臉頰那裡 啊 然後呢 她因為她鼻尖向上 就是她的鼻尖向上 就是她的鼻尖向上 但是她的眼球是一直看著我 嗯 蛤 那你敢不敢叫醒 很大壓力啊 好害怕 又再唸心經一些 然後呢 我簡直不明白 我當然有 她唸不醒 然後我咬著她 我抱著她 抱著她 抱著她 然後唸經唸經 很震驚的情況之下 又睡著了 那一覺我睡到第二天了 那第二天了 那當然很震驚的 不如我們早點回到香港 你有沒有問她 昨晚其實有沒有 有什麼記憶 或者放在臉上 我有問的 我有問的 我問她 但是我後來 忍不住要開口 告訴她 這件事的時候 我才問她 那我就跟她 坐在床尾那裡 撿個行李箱 那樣 撿到差不多 蓋起來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 我就跟她說 其實昨晚 你這樣 那樣 你這樣 就裂嘴大笑 你知不知道 她說沒有 我睡著了 她說是不是你在幻覺 我不是 在這個時候 我們坐在床尾 突然間好像有個 很重的 你假設有個小孩子 跳到床那裡 跳一下 但是她是撞下去一下 她沒有回彈 我們兩個就浸了一下 但是 你知道 放在地上 它不是一跌下去 它就黏住了臉 譬如你放在地上 也會 這樣 如果有東西撞下去 那些彈工床 它也會 彈幾下 好像很大力 打了一桌 然後我們 就彈了一下 然後你一看 就琴箱馬上走了 嗯 這件事 就是當日發生的事 我以為 完了 但是 我們回到香港的時候 有一晚 她有個媒體 她就跟我說 Logo Logo 上次你不是說 我姐姐在深圳 我有點事份嗎 我說是的 她說她昨晚 又是這樣 烈嘴大笑 不過她在說英文 就是這樣 這樣 那可能她會說英文 會不會 她本身英文是否厲害 應該這樣想 是 我 我就覺得 未必是 在那裡 單位有事 可能她有事 哦 即是 不關 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先阻礙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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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在睡著天花板 有個男人生的手裡 那個單位不是酒店 是一間住宅 是一間住宅 是住宅 是一間房屋 而在 我段故你也不是在黃江那關 當年 你就會在羅湖那邊 是嗎 是呀 行路行到去 行路行到去 15分鐘行到 即是沿河南路那邊 或者經過友誼城那邊走過去 喂 會不會 你那裡是在 現在的馬雅城附近 後面 像是 你好像知道 會不會去哪兒 以前Face那邊 如果你有抱開那個年代 有Face的 你知不知道在哪兒是Face 是不是在Face和馬雅城那邊 恐怖這些事 因為你突然說一說 我記起我以前有個朋友 住在那邊 有兩個朋友 在馬雅城後面那一堆 打橫 樓下有很多東西吃的 樓下有些打火鍋 5、7都有的 我記得那裡 是罵鬼罵得比較多一點 如果在90年代的時候 跳樓死了 各樣東西都有的 還有很多工作的人住在那邊 以前 就是出來工作的人住在那邊 我真的不知道 剛好有吻合 怎樣呢 後來 其實那隻鬼 跟了他回家 我就當跟著 我當時也有回佛堂 就回佛堂 就稟告說有些什麼事 他又說會幫我處理 但其實都沒有做什麼特別法治 就好像一些稟報一樣 其實又跪在那裡 有事 然後有一天回到他家裡 我就突然聞到一種很香的味 那種味 大家都經常聽的 就是香道 不懂得怎樣形容那種 野食 野食 花香 花香 花香味 但那種花香味 聞到很清新的花香味 好像香水那些 晚上7點多 我聞到那種花香味 很堅固 怎樣為止很堅固 它大約有4、5吋的厚度 那種香味 為什麽呢 譬如我在那個位置 例如在你面前 你聞到 你蹲下一點點就聞到 你回去那個位置 它是在那裡 那一邊聞 你是調查到那種味 在哪裏 在窗口 最高的那一格 滑下來 它落在地上 接著 它是經梳化 接著再進去那個房間 最後 上去我女朋友睡那個位置 是不是他 什麼吃完牛牛 然後呢 不是 花香味 你想多了 不是 不好意思 那些香味 是 她知道什麼來的 哈哈 我之前覺得是 怎樣形容呢 蘭花的清香味道 阿婆婆買的那些 白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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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小小的味道 但是她再清新一點 你聞到她的人覺得很 peaceful 覺得很棒 那就是白蘭花 那一陣 味道過了 之後 一路都沒事了 但是其實還有一段小插曲 就是我們 當日 玩完走了 她老爸 第二個星期 在我家 站在廁所 一旋腳 就插進馬桶 中間的輪子裡 斷腳 馬桶爆開 就劏開腳 整隻腳 要 由 因為那條人帶 彈了上去 屁股那裡 她由屁股那裡 整隻腳 開拉鍊 開刀 拉回那條人帶 下去 她爸爸做什麼事 要站在馬桶裡 是否會 換燈膽 換燈膽 站在馬桶 換燈膽 就是香港 坐在那裡的廁所嗎 什麼 是不是坐在那裡的廁所 是啊 她在廁所換燈膽 她沒有拿椅子 站在馬桶裡 突然爆開 她老爸可能很肥 那些年代 九三年代 不知道 總之不知 質量問題 還是什麼 還是真是意外 那裡還不是有鬼 那裡 那裡有鬼 講一遍 是啊 而且 那種力量 也挺大的 當時也覺得 這樣沒事了 就是這樣上完佛堂之後 有一股香味 驅走了 就沒事了 叫做 夾夾埋埋 就當作成了一個 訊息成章 就沒事 那那個女生 走了多久 後來 其實一路 走了六年 後來呢 後來呢 事後多久 分了 都三四年之後 才分了 哦 OK 為什麼你問這些問題 我要推斷 有沒有一些關係 我要推斷 會不會有些前度男友 自殺死 回來搞那些壞事 那你走了六年 不關前度男友的事 不關前度男友的事 另外 Logo 剛才我咪前跟他談過 他很有趣 他經常都覺得 他自己身上是有一隻怪物 他看過很多師傅 他都說是有鬼根 又或者裏面上了身 那些 但有些又說不是這樣 什麼事呢 有什麼奇怪呢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事 你有沒有遇過什麼事 覺得自己裏面是有些怪物呢 其實 說回就從小時候開始 從小時候 就已經對那些血 那些暴力畫面 不害怕之餘 其實看都會覺得很興奮 很開心 所以很小時候 我中日 已經開始蠟燃食債 食青債 你現在是食債 因為我很害怕自己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時候發夢 發一些惡夢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 從幾歲開始 你喜歡看什麼 小學 小學 其實這件事是不是 要看心理醫生 不是 小學 三年級看四兒子 別人說殺人有血 都喜歡的 但我不會有興奮感 他有興奮感 但我不會 我有神秘感 正常反應 真的 人家看那些IS 是不是叫IS 那你介不介意說 是的 是IS 我都會很開心 真的 我不行 我很害怕 那為什麼會覺得 有古怪的東西呢 其實就是 經常不明白為什麼我殺念這麼重 我殺念重到經常發夢都要殺人 或者經常要殘殺小動物 意識世界有沒有 我不是享受的 我不是享受的 但是我怕 但是你說 比如說 我小學生 我住在藍屋附近 有人跳樓 我會走過去看路障 完全不害怕 我會覺得 哇 人體原來是這樣的 好有趣 其實你會不會喜歡擺我 我媽罵到我死 想做醫生 人家怎麼走過去 那些 是這樣的 我要分清楚 幻想和真實 真實你有沒有這樣做 但是我心理上會覺得很興奮 我心理上會覺得 我很享受聽別人的慘叫 那些聲音 是的 有些人覺得這些慘叫 很難聽 我小時候覺得 你越叫得慘 我越覺得愛心 有一種成就感 但是你真實不會 真實不會 我真實不會做 但是真實我會興奮 我會暗爽 我喜歡暗爽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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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變態 後來怎麼辦 那些人也有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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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來跟家裡的 跟家裡的 你要當是全身就好 可能我本身 帶下來有一種這樣的想念 但是 你喝一個這樣的家庭 你收一下 那這個我也會明白 但是我完全 後來 去到三十多歲 那我就已經不再吃青菜了 我吃魚和雞 那再加上 有看很多書 開始明白 哪些邏輯 或者是 全社金生 那我就開始 不再相信 反而不再相信 鬼塵理論 就是因果我會相信 那些定律的東西我會相信 鬼塵的東西開始 叫做選擇性不相信 什麼叫選擇性不相信呢 就是說 有第二個空間嗎 我當然知道 有 有鬼魂有些奇怪的東西 就是鬼代名詞 當然有 但是 當我都解釋不了 我又處理不了 我就 放下 我就用了一種 我不理你 不信你 那種態度 有點像我 直至到上年 那些奇怪的東西 就開始衝到我身上 怎樣為止衝到我身上呢 那我又好像 開始接觸很多 你們 有些網上電台 講你們 又分享一下 那 那 也接觸到一些 叫做靈氣治療 一科的靈氣治療 那一開始跟我做靈氣治療 那些人就覺得 那幫你調理一下身體 那我覺得很精神 那第二次再去吧 他就馬上跟我說 咦?Logo 你是不是去過醫院 殯儀館 那一聽這些 我想說什麼 我想說什麼 我說沒有 我只是陪過朋友去做扶機 但是我去到人家都收了門 根本就沒有進去 他說 那可能你在扶機門口 扔了一些髒的東西 我說什麼 我說我不相信 他說不是 那些做靈氣的人 你今天的氣場真的有些不同 有些批判 烏魂黑頂 因為其中 有個女生幫我做頭的時候 她說我有套氣 彈開了她的手 好像針刺一樣 彈開了她的手 她覺得彈開之前好像有些針刺她 是 然後那個人就說 我幫你處理了 那應該沒事的 但是我不相信 那我就去問很多不同的派別 又問了陸蔭 水晶師傅 塔羅 舔了什麼呢? 只是跟我說說有髒的東西 就是問水晶能牌 問他yes no 有沒有靈體 問其他道家那些 咦?你有 那我就真的很不問 那最後我就去了一個導管 他們是雷祖壇來的 一個雷祖壇來的 那個答案就是 你喜歡怎麼想就怎麼想 你覺得是什麼就是什麼 我就說 蛤?怎麼會這樣? 我問你我有沒有事 你說我喜歡怎麼想就怎麼想 其實我本身說如果是有事 我想知道為什麼有事 或者是怎麼解決她 沒事 如果是說我沒事 我就想知道為什麼其他派別 就說我有事 我知道為什麼 超越了她能力範圍之外的人 不是 她本身就是 她本身就是魔鬼 蛤? 她本身就是魔鬼 你本身就是魔鬼 你看看我 我有這樣的假設 然後你看看 然後那個主持人就說 其實我也說得很奇怪 那個雷祖壇師很少這樣說 我幫你做個法眼觀測 做個法治 如果有事就 收買我價錢 沒有事就讓我便宜一點 我說好就看看 然後 有兩個師姐面對我 拿兩個木籃圍著我 嗯 然後她就 好像冥想那樣閉上眼 突然間有一個主持就 眼睛看著我 他說 你是不是有畫身 我說我沒有畫過身 人家在背脊 畫符那些 然後再看 再閉上眼再靜神一會 他說沒有理由 他說 你是不是有像泰國符在背脊 或者是你沒有藍進佛牌 我說 我真的不相信這些 我說 怎麼看你這樣說 他說 因為我看到你額頭一陣 好像鑽石那麼光的光芒 在你油額那裏發出來 他說他營養得很仔細 他說 好像一個金字塔 插在我的雲針那裏 好像一個金字塔 插在我的雲針那裏 好像一個金字塔 但是在右邊那裏發出一些很白的光芒出來 他說 他 在那時候 他是 眼睛看不到眼睛在裏面 他說 另外一個師姐就說 我說 我胸後有個零牌在裏 哇 有一個很大的零牌在裏面 嗯 然後另外一個師姐再補充一句 他說 你有些金線圍著你的身 他說你的金線很有趣 虛線來的 一條一條 虛線平台 就是中環交錯 他說 但是那些虛線 頭尾會有些火花殺 這樣 但是他有沒有講這些什麼來的 阿修羅 然後他 他說他不知道是什麼 他說 我只看到這樣 他說 對不起老公 我也不知道你這些是什麼 他說 我肯定一件事就是不是你這樣 他說 沒有人一輩子可以收到這些東西 他說 你帶了這些東西回來 他說 不如你吃飯清齋 他勸我 他說 你不要浪費了 但是其實在我的角度 你跟我說這些 你說我有上方保劍 你說我有零期 什麼都好 不知道怎麼收 你又說 說不到給我聽 怎麼收 我又不懂運用 那你告訴我 其實多一點 我當時會怕 那我又用不到這些東西 會不會有東西來搶我這些東西 我到現在都找不到任何人告訴我 我究竟的身體是什麼 甚至乎有很多 其他法門我都問過 有個錄音的說過我 前世殺了很多人 那個人數不是一千幾百萬 那麼少 他說 不是一千幾百萬 那麼少 可能殺了幾個國家的人 死了 但是他說你有功德 他說 所以今世你有事要還 我不覺得他是那些前世 我覺得是前世今生的問題 但是他上一世未必是人 是啊 我覺得不是 他那些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那些東西 舉例 他選擇了食齋 他不是選擇去傷害小動物去殺人 他本身的胃根是向善 所以他的光就變光 我想找人幫他解決他這個問題 我也想 我也想 我好奇 我告訴你 那個獅子 其實 那個獅子 你說的 那個獅子 是預備了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比較有趣 然後呢 那個獅子怎麼說 另外獅子 他本身也是有做online這些靈異節目 很搞笑的 他因為這件事 把我上去的節目 原本想說半個小時 誰知道最後錄了三集出來 哦 原來如此 他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因為他錄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個獅子 當日做法案觀察的獅子 坐在我右邊 那獅子 那獅子 做法案觀察的獅子 就坐在我旁邊 然後說 啊 很熱啊 那獅子 不如調位 兩個人對調了 因為我坐在中間 所以我旁邊的兩個人對調了 那獅子 錄完節目 完了之後 又是坐在我右邊的女兒 腳趾仔 就說 哎呀 怎麼這麼焗呢 今天這個室內容 無理由開了風扇 我問是不是炸燈啊 是不是炸燈射著 我說不是啊 噢 我看了一下子 我看了一下子 那些觀眾說 後來最少的衣服 不是啊 是你那套國康 熱出了 其實有些 其實某些 彈數高的師傅 他可以知道你是 給什麼神 或者給什麼 在那裡 他很想幫你解決 這個事情 就是彈數高的那些 我們看有沒有什麼 外拍 但是他說不相信 好嗎 什麼啊 他說不相信 他說自己也想解決 但是 是啊 我也想解決 都可以 我不相信的意思是 但是我會自由 明白嗎 其實有些 厲害的那些 如果你是被鬼搞的 你去到他那裡 他有辦法 他當然不會打你 不會成功 其實有辦法 他可能很快 你看到去到壇裡 你會軟的 你會吐啊 我沒有軟 如果你是鬼 我想 他就是鬼 雷祖的壇 我一進門後 律師姐立刻露啤我 因為一來 我那天 不好意思 穿了拖鞋 過去 上佛堂 上佛堂 但我有穿襪 都未至於露了腳 但是 他說 他露啤了我 然後他說 那你裝香 我們是起壇的了 那麼 起壇之後 總之最後走 他說 那大師姐 那是你 還是我這樣看著 他說 因為你一進來 我覺得有鬥氣 推動了我 退遲了兩步 真的有鬥氣 他有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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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我鬥氣 推動了他 不過Local 要下次再找你再說 因為剛剛今節完 好奇問你 你是拍電影還是什麼 我什麼都拍MV 電視劇 宣傳片 網上節目 那些 香港很多 香港很多 好 有空找你出來吃飯 聊聊聊天 好 很傳奇 教朋友 好 謝謝Local 謝謝你的電話 好 拜拜 剛才說的零擺 你信不信 零擺我不信 老實說 我有玩過 還有我覺得 那件事是Dowson Ross 那些朋友 我又動不了 我每一次拿這些東西 都不動 還有我覺得這件事是 可以某程度上 人控制的東西 我偏科學一點 我想說我是西擺 我不是零擺 我是西擺 知道什麼叫西擺 我知道國語 是不是國語 不是 你乖 你不知道什麼叫西擺 網友知道 你是零擺 我是西擺 你不要在這裡教我 好 下次講山水沒有鬼故 休息一會 稍後見